公司党但今晚带到支付局处收党来到议会报告明年的支付众议算 正出议员的支持 明年税出1,938亿 比正一年增加14% 但是今晚共调支付台湾借流 准收财政纪律 预算政纪就只有52亿 这是官司合并在后14年的上级 也设定要在明年的割算来到明基质的目标 累积到今天我们偿还177亿的债务 其中当然也包括8型率债 以及用较低利率的公债来替换 再加上出餐的成绩 在今年38年也非常亮眼 因为这国立变市政 我们建设自公布上先的官司竞争力的平比 高雄只输台北 是6多第2名 全国第3名 对比到日空1个年 正在韩国书市府的成绩是进步13名 其中地控制情的总和指标 是明列全国的第一名 公布的都是所谓的硬指标 总共在113项里面的各项 具体的一些数字的一些比较 这也是历年来最好的成绩 但是我想第一名才是我们的目标 以成绩会说话 高雄的改变大家也都看得见 我们也期待说陈其曼市长 可以继续拿着这样的拼劲 让我们高雄拼到全国第一 但今晚继续向第一名的目标迷进 希望高雄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好 明镜是我们从下报到